陛下应该立即做些准备了 太医说太皇太后也就在这一两天了 魏央公宣室内 程布什将军和李广将军立于五帝前待命 太皇太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是大汉王朝真正的执政者 帝王有过而不及 所以五帝意识到 老太太一旦驾崩 必然会引起各方震动 她现在要做的事 立刻进入全城戒备 思索片刻 五帝就下达了三个戒备命令 一是边防驻军加紧对匈奴的警觉 以防匈奴蠢动 二是让程布什和李广立即进驻北营 接管兵权 以防图谋不轨之人有机可乘 三是让魏清统领上陵院的八百铁级 分别进驻两宫以保安全 随后还召来三位内阁大臣 丞相许昌 御使大夫庄清敌和郎中令石庆 让其立刻组织制定国丧的礼仪程序 臣请示陛下 按照成立太皇太后的葬礼 诸侯各王都要回京参加 是否可召各诸侯王入巢 可以 但要还两天 待京城秩序出地再召各王入巢 据说 有些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 大脑的中枢神经会指挥 肾上腺等多种激素迅速分泌 这就调动了全身一切积极因素 使病人由昏迷转为清醒 甚至与亲人进行简短的交谈数据 交代后事 食欲丧失不吃不喝的人会突然想吃东西 这种现象在现代医学中称之为回光返照 如今的老太太亦是如此 昏迷多日的她突然清醒 并第一时间指定五帝来面谈 原来老太太一直有一个秘密藏在心里 她要在临死前点名五帝 那就是废太子刘荣的死因 当初刘荣自杀前曾写过一封求救信给窦太后 但被王志半路劫走 当时她以为这件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她没想到 制度在临死前特意写信一封告诉景帝和窦太后 因此是 老太太确实动过换掉五帝的念头 可是景帝的十四个孩子里 五帝是最适合继承大谱 没有之一 为了不让你娘撤住你的手 爱你的事 也想先处了她 可又怕伤了你的心 奶奶是左右为难呢 替你留下了娘亲 就给你留下了祸根 老太太现在最担心的有三件事 第一 就是自己死后 王志一定会干政 第二 王志会不予余力的在朝中安插王家人 第三 王志会和国舅田坟串通一气 把持朝政 奶奶一旦走了 这大汉的江山呢 这刘家的天下 可就全托付给你了 同样是后宫干政 窦太后和王志有着巨大的区别 在窦太后心中 大汉的江山只能姓刘 她是为老刘家守江山 从史之中没有取而代之的念头 否则以她三朝积累的威望与权力 大汉早已改姓 她是打心底里将自己当成刘家人 这大汉的江山 是我们刘家的天下 不能在你的手里改姓啊 奶奶 孙儿知道了 在交代完后事之后 窦太后 在满怀着对孙儿留车的美好回忆 平静中驾崩 临终前 最不放心的 还是那三件事 武帝明白这是祖母对她最后的提醒 公元前135年5月丁亥 跨离三朝 辅助了文帝景帝和少年武帝的斗太后驾崩 死后与汉文帝葬于长安郊外霸凌 至此 汉初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彻底推出了历史舞台 汉武帝刘彻完全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开始了大有为政治争承 淮南国王宫外 刘灵连夜赶路 把老太太驾崩的消息 带回给淮南王 刘安一时 被震撼了的说不出话来 刘灵也是够惨 在京城又是送钱又是送人 到头全是白嫖罐 没一个靠得住 不说别的 最起码应该给个一件三连以示鼓励 你们说对不对 依我看 老太太这一走 那个黄口小雀 撑得住吧 撑得住 白眼狼 白眼狼好啊 白眼狼 谁也不养家 那就互相咬吧 窦家 王家 田家 刘家 你让他们互相咬去吧 当那个时候 可就真是 怀难王所料想的没错 老太太一闭眼 外妻群起而争 都想在五弟这里多分一份羹 只是谁也没料到 汉五弟有如此大的气魄 全都做掉 回家开席 这是后面的事 眼下淮南王认为最重要的事 是把儿子刘千和王太后外孙女的婚事定下来 结为亲家就是给自己加一层保护 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仇 要说老太太去世最难过的当属长公主 以前有老母亲照着 走到哪都是横着走 其中最欢喜的当属王太后王志 老太太尸骨未寒 她就迫不及待的露出自己的獠牙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她巴结了十几年的长公主母女拒之门外 当看到长公主母女失落地离开时 那一刻的她只觉得爽抱了 姐姐 此时尘埃尚未落定 万不可图一时痛快 我图的就是这一时痛快 你姐姐这二十几年来如履薄冰 多余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简在兄弟 只有现在姐姐才真正觉得活得像一个人 可以想说就说 想笑就笑了 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田坟却向王太后说出自己的担心 五弟已经掌控了一切 兵权控制 两宫把持 架空内阁 将所有朝政事务转入自己智囊团 由他们经手处理 这样下去 五弟迟早要甩掉现存内阁 重新选举首辅大臣 而五弟为了平衡朝廷各方利益 极有可能将文官中最高职务的丞相 再次让窦英担任 凭什么在任窦英为丞相 他们窦家凭着他一个老太太 压制了我们王家多少年 这轮也该轮到我们王家了 这一刻的王志充满了主见和自信 他告诉田坟 等着做丞相吧 不仅如此 他还放话要进入东宫 就是给朝廷上下一个明确的信号 他皇太后 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皇太后了 另外一边 老太太的临终遗言 让五弟寝食难安 他一连好几晚都在内宫 苦苦寻找那封当年被王太后藏起来的信 苦寻无果的他 把目光锁向了老太太的东宫 东宫内 见到五弟的王志没有过多的闲聊 直入主题的问他 打算让谁出任新丞相 这一句话把王太后腔的直咳嗽 接下来的五弟和王太后开启了顺移技能 上一秒还在拍背顺气 下一秒王太后就掏出为五弟精心挑选的辅佐官员名单 并指出田坟才是最适合出任丞相的人 面对步步紧逼的母后 五弟选择直接摊牌了 把当年废太子之死的事说了出来 这一刹那 如一盆冰水直接浇灭了王太后膨胀的野心 但最后念在母子情分上 还是答应让田坟出任丞相 至于名单其他人一概不用 喜欢视频的观众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